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中国外交部和特区政府等等表示强烈谴责 坚决反对 特区政府又必要增强各个领域的维护国家工作 保齐短板做好应对攻击如岸 并且要更加有系统感对外港述香港民主自由得到保障 法治良好运作的真实情况 东方日报报道 疫情令到香港人被困香港两年多 随着不少国家放宽旅行入境限制 不少香港人趁底港检疫日减到七日之后 纷纷部署去到外地松一松 由旅行社推出二人乘行的小包团 可以到泰国 日本等地 团费两万五千元到三万五千元 由道友跟进行程 行程可以微调 负责人形容似半自由行 由市民认为行程吸引 但是现在检疫酒店供应紧张 担心出去容易回港难 业界就认为举办跨境团有难度 会先等20日开始 逐步复办本地油和公海油 大公报报道 疫情持续超过30间医管局普通科门诊 转为新冠指定诊所 导致普通科门诊服务短缺 卓健医疗说 与香港赛马会以及社福机构合作 由即日开始到6月23日 为合资格非新冠肺炎病人 提供门诊服务 合资格的人可以在卓健医疗 旗下13间诊所 以50元诊金 获得门诊诊诊服务 和3日基本药物 天文台说 多区气温比昨天低4至6度 风势颇大 提示市民出行需要注意保暖 受到东北过后风的影响 天气凉了不少 今天的详细天气预测会是这样的 就是多云有几阵雨 早上是清凉的 日间的气温会徘徊在16度左右 而风方面就会吹和缓至清静的偏北风 初时离岸和高地会吹强风 今早各区气温维持在13度左右 大老山最低陆得8.9度 大暮山更加低6.3度 天文台预测 明天天色好转 朝早仍然清凉 最低气温14度 病毒变种是一个常规来期 病毒一定会变种的 但是以我理解就是 2月来那两位人士 他是德国经荷兰来 他的病毒是有BA1和BA2的混合 但是他的基因排序就不是和XD一模一样 所以他是有点偏差 他都是混合了的变种病毒 但是就不是和XD一模一样 会不会就是要再进一步验下 究竟是什么的病毒呢 广大已经验了 他是一个混合的变种病毒 他们已经提交了他的文献准备刊登 大家留意他的刊登 其实香港来陆都会有一些 红一、清明或者国家节 对于香港第五波疫情的发展 会不会有些影响 大家都要小心 因为清明加上复活节假期 就多了人流会聚集的 始终现在来说 就算我们推算 都可能是400万人中了 但是还有300多万人未中的 始终如果你一有人群聚集的机会 那个病毒又有可能会反弹 所以大家这段时间都是要小心 都是尽量避免参加这大型的训练 下个礼拜就说会开会调研第四针 你个人的建议是否要在这个月之内开打 还是什么时候呢 因为那个疫苗接种是去年的2、3月开始了 已经打了三针的人都很多人了 但是无论你打哪一只第一代疫苗 始终随着时间那个抗体会下跌 所以第四针都是应该要打的 那我们相信要开会决定那个次序 我估计多数是会被那些长者先打 之后就一直跟排下去 要不要争取的时间 现在是4月初了 要不要争取的时间是今个月 已经要被长者打第四针 这个都要视乎政府那些配套的 我们下星期要开会先讨论 讨论完之后就卫生署就会负责 和相关的那些机构会负责 安排第四针 又要电脑预约的 所以你都要有些时间要搞这些步骤的 明报报导 九国国家禁非令昨日开始解除 昨日有三班来自菲律宾 马尼拉核基底港 翻查机管局资料 今明分别有两班和三班 来自马尼拉的直航机 不少外用昨日早上乘搭 首班马尼拉核基底港 有业界代表估计 昨日有300个外用到香港 现有大约7000个外用等候来香港 检疫酒店房间供应方面 今个月头几个星期还有房间 在社交平台更加看到有检疫酒店发贴文 星岛日报报导 两位英国法官 韦彦德和何知义 日前宣布辞任香港中审法院 非常任法官之后 十个海外非常任法官当中 有九个人已经先后发声明 表态继续留任 唯独英国法官 华鹤街还未表态 消息说 原来华鹤街身体抱样 正是接受治疗 所以未能够就 会不会留任一事续出公布 大律师公会前主席 林定国就说 九个海外非常任法官留任 意味他们相信本港的司法制度 认为司法机构要吸纳有质素的海外法官 同时司法界和法律界都要自强不息 我昨天是因为我日程上有些改变 是没办法主持每日的 有关于抗疫的新闻发布会 行政长官每日都有很多 日程上的工作 无论是会见、探访 如果是需要公布 就一定会是事先公布 或者是事后公布 如果不需要公布 只是一个工作会议 就不会公布 所以我们昨天 没有就着本人的日程上 做过任何的公布 行政长官的选举 将我们的计划 我们现在在做的工作 都是预期在4月3日 即明天就展开提名期 然后就在5月8日就进行投票 为此选举管理委员会 选举事务处也都进行了 程序上应该进行的工作 包括刊宪 3月25日已经刊宪 说明4月3日到16日 是第六届行政长官的提名期 亦都包括按法例委任了 楊家雄法官为今次选举的选举主任 按照我所知 昨天又再次出了一个新闻公布 就是交代候选人想参选 如何去提交这个提名的表格 所以这些工作都是进行的 我们现在只要求市民做一件事 在4月的8日、9日和10日 即将来的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 这三天每日做一次RAT 然后按着今天的规定 在24小时内 将他们情阳性的结果上报 然后所有的跟进工作 就好像目前这样的离带进行了 但因为能力提升了 我相信除非量大到 不是我刚才说的数字 否则应该应付得到 我必须在这里强调 今次全城每位市民一起去做RAT 做三天每日做一次 并不是替代了全民强制检测 只是先做这一次 因为刚才考虑了几个因素 我们仍然会密切监察的情况 来看看什么时候 最好在香港进行一次全民强制检测 在哪里想是什么 我们现在还想的 不想强制检测 我们想强制检测 那这样 我们想强制检测 那这路就会